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這部iPhone 15 我通常寫手機評論的稿都會想很多很多事情 有時會想一下有沒有大主題 或者有什麼好的出發點去那部機 某些某些功能 對整個科技世界有什麼影響,有什麼意義等等等等 但有時有些機器是很簡單直接的 沒得比我想多了 例如這部iPhone 15 這部iPhone 15我on and off用了兩個月 我想說它是今年整個iPhone 15系列的一個無名英雄 它是Lowkey今年的MVP,最少我這樣覺得 因為它基本上是將去年iPhone 14 Pro的機器 放在一個更新的iPhone 15機身上 它有去年14 Pro的Dynamic Island 有一個新的4800萬像素Sensor 還用上年在iPhone 14 Pro獨有的A16版力晶片 基本上如果你去年已經想買14 Pro 但可能因為它的價錢太貴 或者你聽說今年會轉USB-C 或者你不太需要三倍長焦鏡 任何原因都好 你等到今年的話 這部iPhone 15其實是一部很適合你的機 Correction 應該這麼說 應該是說對於大部分需要換機的iPhone用家來說 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是足夠有餘的 它是一部很適合大部分人用的大眾機 而我們今次的影片的贊助都一樣 很適合大部分Mac機的用家 就是CleanMyMac X 如果你有用Mac機而你有聽過CleanMyMac X的話 你不用看完這段廣告 你可以直接按連結去他們的官網 因為他們接下來的24小時 是正在做一個Black Friday的優惠 不用任何訪問 直接給你7折 其實這日子只有9折 過這24小時 我不保證他們會不會繼續做這個優惠 如果你沒聽過CleanMyMac X的話 它顧名思就是一個幫你清理你Mac機的App 用Mac的你一定會遇過這個情況 就是Mac用了一段時間 即是積存了很多無用的System File 或者Cache 或者一些已經遞了App 但是它的File都還在 就搞到你的Mac沒有位置 你想遞又不知道哪些遞得 哪些遞得 CleanMyMac X就是幫你解決問題 它會幫你scan你的Mac 找到無用的System File出來 這樣按鍵就可以一次遞了這些無用的File 清空間給你 在說數二GIG的Storage 你可以放一些重要的東西 你可能會擔心 它會不會不小心遞了一些重要的System File 影響整個MacOS的System 是不會的 CleanMyMac X是有一個很大的規則 以及Exception Library 可以防止遞了一些對System的重要的File 如果你也想試試用CleanMyMac X的話 除了有7折的Black Friday優惠之外 還有7日免費試用30日退款保證 哪怕你只要用一次 其實都已經幫到你清理很多Storage 所以快點按這個連結 下載CleanMyMac X 我們說回iPhone 15 我知道我們這些科技人經常傾向說 這些聽起來好像很Pro 很Technical的功能 但老實說 大部分用家都不會在乎這些所謂的Pro features 我自己都未必在乎可以在乎 所以其實iPhone 15 比起iPhone 15 Pro 缺少了的東西 其實對於一般用家的使用體驗來說 我覺得不是特別大影響 我由設計和硬件說起 沒錯iPhone 15沒有像15 Pro 沒有用太合金這麼fancy的物料 但其實它不需要 因為15 Pro系列用太合金的原因 除了因為它比較威風 就是因為它比較輕 但這部用鋁合金的iPhone 15 其實比起iPhone 15 Pro還要更輕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一些輕機身的 沒有負擔的 很tossable的機器的話 其實15比iPhone 15 Pro還有優勢 外觀上我更加不覺得15比iPhone 15 Pro的輸勢 仍然是一個很iconic的iPhone樣子 而且它今年在機背玻璃裡 Apple用了一個新的工藝 它的顏色是透過把色素直接打進去玻璃裡 而不是像一般手機一樣 用透明的玻璃再在後面加一塊色紙 去做不同的顏色 那用新的工藝 可以讓Apple在同塊玻璃裡 不同的位置做到不同的顏色強度 這就是為何今年iPhone 15 Pro的 玻璃和機背的玻璃其實是同一塊玻璃 但是它們有不同的顏色和不同的結尾 這件事是一個我看沒有很多人說 但我覺得頗值得欣賞的位置 因為其實Apple沒有需要在15度花太多心思 去做一個新的項目去做這塊玻璃 但是可以用以前的做法 沒有人會怪它們 但是Apple就選擇花心機去更新這個設計 沒錯你可以抱怨說它今年的顏色太淡 但是作為一個不太喜歡鮮艷顏色的人 我是挺喜歡今年的顏色 個人口味而已 另外它跟15 Pro一樣 在我邊位都用了圓潤的過度 是開心的 上手感覺舒服了 然後它跟15 Pro又一樣 轉了USB-C 這是一個很正確和很適合的方向 因為現在所有東西都是用USB-C的 M3 iMac的Magic Keyboard和Magic Mouse除外 你基本上可以只保持一類線就可以了 以前iPhone用家是可能要一些時間適應的 但是這是一個好的轉變 沒錯速度仍然保持USB-C這個規格 是經令人失望的 但是Apple是這樣的 而且老實說一般iPhone用家 有多可會用線過資料 唯一一個人硬件上少了 而我覺得有些可惜有些影響的 就是15是沒有15 Pro的Action Button 用一個Mule Switch的設計 在這兩個月中 其實我越用越喜歡用這個Action Button 我可以計劃它 去開相機、開電筒等等 是真的方便的 但是我也挺肯定 下年16會有這個Action Button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 在Non Pro的型號 用到Action Button的話 可能會等多年 但是真的有多重要 這就是你自己回答自己 之後大家都很關心相機的 因為相機看起來好像比15 Pro少了很多東西 它在硬件上已經少了鏡頭 然後軟件上又沒有微距功能 又沒有選擇28mm和35mm 這兩個Digital的焦距 沒有ProRes和ProRAW的支援 但是實際上 它是不是真的按不到呢? 首先這個相機系統的規格 今年主鏡頭是用4800萬像素的 要先說清楚 它不是去年14 Pro的那顆 雖然大家都是4800萬像素 而15的那顆是一顆比較小的 而Ultra Wide就用了和上代14同一個鏡頭桶的 即使主鏡頭是比較小的 但是它也是一顆很做到的 它的表現幾乎在大部分情況都可以配合到15 Pro 當然15 Pro拍出來會比較好 但是15拍出來的照片 它的曝光、白平衡、飽和度、對比度 全部都拿捏得很好 就算你不喜歡它預設的色調也好 不要忘了 iOS是有不同的photography style讓你選擇 其實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 這個相機在大部分的場景都很足夠 而且我對一顆這麼小的鏡頭 出到這麼細節的照片是蠻驚訝的 至於有多少是過分銳化出來的效果 就視乎你如何定義過分銳化吧 不過它兩倍鏡頭拍出來的效果 比我想像中還沒那麼好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對iPhone 兩倍鏡頭印象都是來自於15 Pro和14 Pro 可能我將這個要求拖到15度 因為大家都是4800萬像素 但是始終它也是一顆小的鏡頭 所以有距離是合理的 你買15的話 manage好自己的期望值就可以了 接著沒有微距 我又不覺得是什麼大件事 微距第一次有的時候 沒錯是蠻好玩的 但我很大膽地說 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 其實沒什麼可以拍微距 ProReson ProRAW就更加 對一般人家來說 幾乎是零影響的功能 就算沒有ProRAW也好 這部15 Pro都可以用這個HEIF Max 去拍到FullRex 400萬像素 如果你想的話 接著有些小一點的位置想說一下 這個螢幕 今年最主要的upgrade 就是最高亮度比上一代光亮了 這件事是值得的 螢幕光亮了 對任何類型的用家來說 多一件好事 之後還有Darling Island 這個是一個你care就care 不care就不care的功能 我自己就不太理會這個功能 它對我的小空體驗沒什麼大影響 它跟15 Pro比是少了 Always On Display 和120Hz ProMotion 沒有Always On Display 這件事是幾Hz 這是一個我會視為 可以利用到所有用家的功能 所以我會介意 15沒有Always On Display 我會期待下一代有呢 我會 但我覺不覺得下一代會有呢 不覺得 ProMotion這件事 其實不是每個人看到分別的 特別是很多iPhone用家 沒有用過高過60Hz的手機的話 我覺得其實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 對於這類用家 然後效能 A16版來的chip 其實它不是夠這麼簡單 過一年之後它還是很快 所以沒什麼話說 電量呢我挺驚訝的 比我想像中是好很多 我有好幾天都在說 5甚至6小時的screen on time 所以是ok的 如果你將這部iPhone15 和Android世界的一些同級機 你會發現iPhone15的規格 其實挺尷尬的 但是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公平的比較呢 我又覺得未必是 沒錯 在Android世界這個價錢 如果你沒有120Hz 沒有Always On Display 沒有長焦鏡 其實基本上可以收皮 但是 你須知道 買iPhone的人 其實很少會會 Cross Shopping買Android那邊 尤其是想買正常 15或者15 Plus的人 你可以拿著大聲工 為何今年沒有120Hz 但是 不論是否 實際上 很多用家都不在乎 iPhone一直在最主要 最重要的 最影響到大多數用家的地方 其實是做得很好 這一點我覺得是無容置疑的 今年這部15還更加 應該升級的地方 都升級了 所以對用家來說 其實是很足夠 這部是一部很足夠大部分人用的機器 如果這個不成功 都不會弄到 就不成功 如果這部不成功 不成功 這個不成功 沒有策略 如果這部不成功 其實就算不成功 這部不成功 不成功 感谢观看